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放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的副頻道節目 阿波羅新聞網中美聚焦 我是李雨函 今天是2月19號 星期五 中國人收入減少了1.7萬億 而儲蓄卻多增加了1.6萬億 消費出現了自1978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 抗暴 中國大陸《新週刊》的記者辭職 發集體聲明 譴責管理層 要憋瘋了 河北搞成醫院隔離者怒拆為藍 中南海又在釋放激烈內鬥的信號 央視憑與近人造勢 馬雲要不後塵嗎? 前中國首富黃光玉出獄 大談愛黨 他可能會成為被改造的樣板 大肆宣傳美國水深火熱 中共反美教授在美國德州定局 網路嘩然 習近平突然開綠燈 美駐港領管物業將可成功出售 這是為什麼?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點評 有觀眾反饋說訂閱不見了 請您檢查 也請打開小鈴鐺 感謝朋友們對我們的贊助 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祝您週末愉快 2020年中國大陸民眾收入減少了1.7萬億元人民幣 而儲蓄卻多增加1.6萬億 消費數據顯示 民眾消費自1978年以來呈現首次負增長 據大陸《財新》雜誌報導 西南財經大學家庭金融調查中心2020年上半年的調查顯示 年收入3萬元以下和3萬到5萬元的低收入家庭 預期消費減少幅度最大 表明低收入階層在收入方面受到的衝擊大於中高收入階層 調查還顯示 受訪家庭成員反映有26.4%的企業減少了僱用 15.5%的企業降低了薪酬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旅遊研究中心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的《休閒綠皮書》 《2019-2020年中國休閒發展報告》顯示 過去一年內 中國國民年均休閒消費為5,647元 有高達44.4%的人一年的修行消費開支在1,000元以下 以大陸14億人的總人口計算 這代表有6.2億人 每月的休閒消費只有83元 臺灣中經院復研究員吳明澤對此表示 333原則是小康社會基本的評估準則 即一般小康家庭會將其收入的三分之一 花在維持基本溫飽的生活開銷上 另外三分之一作為儲蓄 最後的三分之一則作為生活享受和休閒娛樂的花費來源 吳明澤說 從這份民調可以看出 多數中國民眾仍著重在基本生活的消費 少有休閒娛樂消費 而且低收入人口的佔比仍高 他們過的僅是糊口的日子 路透社報導 香港恆隆地產去年收購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香港宿舍物業 去年因涉及中美外交事務被迫停止 該公司18日表示 美方已完成其外交義務並獲得中共政府同意 買賣雙方正處理完成交易事宜 恆隆地產去年9月 以25.66億港元 中標位於香港南區壽山村道37號 現為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香港宿舍物業 交易原本於去年12月30日完成 但在交易完成前10天 收到港府通知 指出該物業的出售涉及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外交事務為由 交易停擺 阿波羅網首席評論員王篤然點評 在拜登上任之前 中共在這件收購的事情上卡了美國 現在中共放心 這中間拜登可能做出了讓步 和中共交換 中共根本就是無中生有地卡了這個交易 來和美國換取條件 換取利益 這是中共人質外交的一個翻版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兼職教授陳平 在微博認證賬戶上的貼文顯示 陳平他長期發表反美言論 去年曾發表含有的2000人民幣比3000美元過的幸福反美言論 近日這位反美鬥士被意外曝光竟然長期在美國定居 引來網民罵聲一片 去年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兼職教授陳平的一段演講視頻在網路上走紅 陳平在演講中說 在中國每個月2000元人民幣的收入 但是卻遠比在美國有3000美元還要幸福得多 美國現在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非常簡單 美國沒有公共交通 此外 陳平在微博上還稱 毛主席是我最敬佩的人 建議重拾毛主席時代傳統 又稱 中美貿易戰和新冠疫情把美國打回了原形 顛覆了戰後國際秩序 更使得美國霸權趨於瓦解 有自媒體發文說 陳教授的言論明顯是華眾取寵 明知這個說法有多荒謬 卻當著清華大學無數師生的面把這樣的反制信息傳播出去 其目的恐怕是搶奪日益粉紅化和腦殘化的互聯網觀眾 德州遭遇冬季風暴 200萬人大停電 中共官媒大肆渲染美國的悲慘 中共觀察者網採訪了加在美國德州首府奧斯汀災難中的陳平教授 陳教授在採訪中稱 自己的現代化新家面臨能源危機 只有電爐 沒有天然氣和其它能源 他稱自己計畫做好斷水 斷電 通信中斷的準備 陳教授還稱 自己的家還是特別選的平房 如果樓房 甚至高層樓房 斷電後就無法生存 2月17日 陳教授還在自己的微博中發帖稱 自己現在所在的德州首府奧斯汀的高科技區 在15日因突降幾十年不遇的冰雪停電7小時 陳教授本意是描述美國在天災面前的悲慘 無力 但卻意外向廣大中國民眾曝光了自己的家竟然是在美國 引來網上和微博上吐槽聲一片 陳老是去美國體驗生活的嗎?去體驗3000美金不如我國2000元過得幸福嗎? 不少網友斥責 一個住在美國的人 跟我們拼命說愛國 也是很諷刺 買房在美國 住在美國就別叨叨 虛不虛偽 還有網友說 罵美國可以賺錢 出名 還可以照樣快樂生活 罵中國 代價太大 也有網友嘲諷 反美是工作 去美是生活 陳老師一定要臥底美國 把反美事業發揚光大 落地生根 帶領著安提法組織 建立黨支部 佔領白宮 中共央視日前播出《評語近人》特別節目 學者認為 這是新一輪造神運動 2月18日 中共央視播出與中宣部聯合製作的特別節目《評語近人》 習近平喜歡的典故第二季 央視頻 央視新聞客戶端 央視網等同步直播 北京學者季峰表示 共產黨這些宣傳都是提前有預案 所有的東西都是為了要統一思想 現在就是因為有不同的聲音 習近平才說黨內有野心家 說明黨內派系鬥爭非常嚴重 也有學者認為 黨媒高調宣傳習近平是在為習二十大連任造勢 今年是中共建黨100週年 北京正在籌備一系列紀念和宣傳活動 各地黨政軍機關都在學習習近平講話等向習表忠心 時事評論員魏晉對希望之聲表示 中共文宣系統這波新的造神運動 是由主管宣傳的政治局常委王滬寧主導的 這與中共政權與習近平本人內外交困的處境有關 越是危機 越是要這樣搞 入獄十年的前中國首富黃光裕16日重獲自由之身 他18日發出集團內部信中 大談企業愛黨及應在黨的領導下 以針對馬雲被整肅事件對當局表中 有分析認為 當局可能已安排好黃光裕作為成功改造的樣板 綜合親共香港媒體和陸媒報導 前中國首富 中國國美集團創辦人黃光裕 在中國新年後首個開工日 立刻對集團內部發出公開信 信中聲稱 深刻領悟企業愛國愛黨的意義 企業發展應在黨的領導下承擔社會責任雲雲 黃光裕並稱 今年是十四五規劃的新開局 新時代賦予國美的新機遇和新責任 公開資訊表示 黃光裕在2010年間因非法經營罪 內幕交易罪 單位行賄罪 三罪並罰被判有期徒刑14年 預方稱 服刑期間因表現良好 二度獲減刑 於2020年6月24日起進入假釋考驗期 今年2月16日考驗期滿 正式獲釋 評論人士鄭中元對希望之聲表示 黃光裕口中的所謂新時代 就是習近平的新時代 黃光裕的這些話 符合中共官方的宣傳口徑 什麼愛國愛黨 企業在黨的領導下 就是民企徹底服從黨 包括隨時可以交出資產保命 鄭中元認為 以黃光裕昔日的身份和入獄10年的經歷 他的這番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馬雲被整肅 他是在主動向習近平表中 之後 當局會將他作為被成功改造的民營企業家樣板 去轉化更多有思想的企業家 河北石家莊搞成疫情嚴重 已經封城40多天 民怨沸騰 因為隔離時間太長了 人們真的快要憋風了 實在受不了 2月17日 搞成某醫院有民眾憤怒的砸毀隔離圍欄 據《大紀元18日》報導 搞成的劉女士日前接受大紀元採訪時透露 2月17日 搞成中醫結合醫院的圍欄被隔離人員給砸毀了 該院醫護人員加上病患 共有800多人 醫患和陪護的家屬都被強制在醫院隔離 不能回家 有些人已被隔離40多天 劉女士氣憤地說:「我親戚已經在中醫院隔離了超過一個多月了 病已經痊癒了 還不放人回家 他們向院長反應 可是院長一直在推 說辭是已經往上反應了 讓醫患耐心等待 劉女士認為 因為隔離時間太長了 人們實在受不了了 所以就把隔離圍欄給砸了 真的是快要憋瘋了 近日 該院一位醫生得了心梗 卻馬上被送往石家莊治療 家屬聽說後很氣憤 所以砸拆圍欄 討要說法 該網友怒斥 現在是沒完沒了的做核酸檢測 也沒有人出來說點正事兒 被困在醫院的人很多 沒人管 民怨四起 據一位稿城村民在網路上透露 封城期間 去世了5個 全都是疾病 心臟病 心肌梗塞的 附近的醫院也不開 說讓去石家莊市裡的 三四十公里 去了已經搶救不回來了 你說那幾家人心裡多難受 最大的才50多 還有個30多歲的 2月10日 廣東時代傳媒集團旗下《新週刊》雜誌社編輯部記者們發布聲明辭職 該辭職聲明表示 管理層不了解傳媒業務 不尊重行業精神等 記者們無法屈從於現代企業精神背道而持的管理方式 離職是最佳選擇 該聲明為披露具體有多少記者離職 只是落款時強調是離職記者集體聲明 該聲明指 管理層片面理解去紙媒化 以固執 保守 拒絕改變 阻礙改革的名義 對堅持新聞專業主義立場的記者與編輯進行污名化 並進行人事優化 公司硬性規定 雜誌欄目稿件必須先在新媒體上公布 剝奪雜誌欄目稿件首發權 將新媒體流量作為衡量雜誌稿件的第一標準 聲明還說 雜誌社套用公司管理制度 將天天打卡 日日開會作為衡量記者工作的標準 影響正常採編工作 還將採編成本壓縮 基礎稿費低至每篇800至1000元人民幣 另外雜誌社要求採編部完成經營創收任務 要求記者寫商稿 將利潤轉化 廣告拉動列為記者考核 評估 獎勵標準 編輯部新管理人員 做法粗暴 以個人喜好左右選題 公司內部缺乏溝通 反饋機制 員工意見不獲重視 新週刊於1996年創刊 全國發行 定位是中國最新銳的生活方式週刊 採編原則是普著當下社會的流行熱詞 洞察微妙的社會心態 封面專題題材涉及社會文化 生活 藝術 歷史等多個領域 曾被譽為傳媒界的話題發源地 當下社會的各份故事宣布 也無法治 し到明映 韋遲遇文化 強火 生活 而且是無痊療 感谢观看